由布老师 我们就来分析 什么样守面相的人 可以拥有快活的老年生活 快活的老年生活 当然讲嘛 物质 精神 健康 各方面都要求 但是我把它重点 把它弄成三项来说明 第一项当然是一般 我们中国人所要求的就是 子女来报恩 我们当然子女报恩 但是很玄的说法 就是说你上一世对她很好 她这一次投胎来做你的子女 来报答你 来孝顺你 但是我们不必讲那么玄 就是你现代就要讲 你小孩子的时候爱护她 照顾她 生她 养她 爱她 老的时候应该就是会孝顺我们 这时候我们在长相要看哪里呢 这时候看地隔丰厚 就是我们的下巴 那下巴当然对老的话呢 通常来讲 渐渐是会比较丰厚一点也没有错 因为下巴丰厚 表示她本来她的天性 就是会照顾人嘛 会喜欢小孩子 她照顾属下部下多算 那老人呢 当然人家会回报你 像这种就是地隔丰厚 那我想这个蔡老师应该是这样 那么那有些人不是丰厚 是比较三角形的没关系 三角形的有长肉也算 长肉的话 自然 例如说以曹大哥来讲的话 你脸没有那么好圆 但是你这边都肉了 我刚刚刚讲 老师那是因为胖了 就是老了 就是老了 老了你这么胖 那有人是胖这边啊 我们不是 我们是胖在这边 就是表示你有那个心胸 有那个度量 心胸开朗 你照顾人家 让人家照顾 是 所以我就希望子女来报恩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呢 我们是看这个的 就是福神来眷顾 先注意看哦 不是财神哦 不是财神哦 财神刚刚讲过 只有财干什么用 那福神才好 福神表示他不但有财 但是财也许没有那么多 但是够用 金钱没有 不必烦恼之外呢 福神福神 我们讲福气嘛 代表什么呢 家庭圆满 或者他自己的天性 不会去太要求太多 能吃能喝到老了 能够愉愉快快 这才是福神嘛 福神来眷顾 来眷顾 那福神眷顾看哪里呢 是看我们的耳朵 要耳朵厚大 耳朵大 其实我们两位贵宾 耳朵都属于大的 嗯 就是我们有 没有关系 只要耳朵大就好了 你锤是有啦 不会说没有啦 还是有啦 算是有的 耳朵大才能够 我们讲就是福气嘛 福气公开在哪里 就是看耳朵 表示他自己 包括自己个性脾气 福气多算 是 会体谅人家 那自然你有各种的福气 刚刚讲老年的福气 这个各方面都有的 他能够面面俱到 这是福神来眷顾 好 下面第三项 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看法 就是看一个人 他到老年会不会愉快呢 是 朋友来相知 这当然是要有朋友嘛 那我在听到 这个朋友不一定是指人 你也可以指是兴趣 我喜欢插花 我喜欢画图 我喜欢音乐 这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你有人的朋友 或者各种兴趣 四号的朋友来相知 那当然老了就不会寂寞 老了就在精神生活方面 非常的愉快 那这个看哪里呢 眉须 眉宾须 眉宾须就是我们人的脸上 除了头发以外 眉毛 扶须 病毛 当然扶须有的剃掉了 剃掉但是你可以看 那个扶渣渣 还是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三个 眉宾须呢 要浓就要山浓 青就要山青 什么意思呢 你浓的话 三个都浓 眉毛浓 这个也浓 这个也浓 那是你体质的关系嘛 这种的热情如火 对扶游真是非常的火热 倒过来 有些人是山青 山青就是说少 但是他非常的清楚 就是眉毛 看得不止很浓 冰毛也少 扶须也少 这叫山青 山浓是热情如火 山青呢 就是君子之交 淡如水 渊源流长 这也是好朋友的一种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看 结交能够好的朋友呢 他能够长久的结交朋友 浓要山浓 青要山青 那相对的 什么叫没有呢 比如说他只有两浓 一青 或者一青一淡 你说眉毛很浓 扶须没有 或者这个鬓毛很多 眉毛很淡 这个就是表示 他个性有问题 不平均是 他身体的体质有问题 可能孵冷孵热 一下高兴 一下不高兴 喜怒无常 人家捉摸不定 那这种个性怪异的话 朋友怎么教 朋友没有办法 跟你长久相处 所以那种就没有办法 把朋友来相知 要朋友来相知的话 一定要三浓 不然就要三青 不然的话 个性就觉得有点怪怪了 好 那这项呢 这几项 我把它整理起来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好